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博瑞同学之外还有见得国中时佩萱同学 五轮国小的杨世安同学 三位同学都通过了2024总统教育奖的初选 博瑞同学我们都叫威尔 那妈妈小百合 还有我们他的各管老师于琴老师 博瑞同学呢他有先天的自闭 然后他有一点点辛苦 可是我觉得他上了国中之后不断的进步 他克服自己的一个先天的限制 他在学校人员很好 音乐体育都有一些专长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 我们在全校的才艺大赛表演上 他一个人打鼓 全场为之疯狂跟轰动 那我觉得他参加同学教育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虽然有点特殊 可是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我们一样在身边一样快乐的学习生活 我觉得他对很多同学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激励 对于佩萱学这个射箭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有点点意外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他小时候 他对运动其实没有很热忱就对了 那就是因为中华国小 他是推射箭的学校 那老师看他可能就是他的资质还可以 所以就鼓励他来参加射箭的那个练习 那后来就是也有参加中小联育 那成绩也都还不错 谢谢师啊你写得好棒 你写得这个真的超棒 市长谢果良特别接见 颁发一万元奖助学金 赶配他们克服逆境 努力向上的学习精神 身处逆境却不被困难打倒 认真采会自己的人生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 能够颁发通过总统教育奖出审的同学 一定的奖助学金 希望我们的同学不怕艰难 勇敢地迈向精彩的生命旅程 那也期待后续的复选 都能够顺利获奖 不管怎样说是人生中很宝贵的回忆 现场也邀请到荣获2018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 就读暖暖高中的林一一同学 日前透过繁星推荐录取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 他特别以学姐的身份 鼓励三位学弟妹不畏惧挑战 市长谢果良也颁发奖助学金 鼓励一一同学持续学习的热忱 市长谢果良说 相当感佩同学们处于逆境中 仍然奋发向上乐观进取 值得大家来学习 市府也将结合资源持续拔尖扶弱 努力来打造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正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海鲜文化积极转型为食鱼文化 如何在适当的季节选正确的鱼种当食物 让海洋资源永续 一直是渔业署推动的目标 基隆区会推动食鱼环岛列车 26号正式启动 首站来到基隆信义国小 基隆这个是新鲜的耶 你们要加菜吗 课堂上小朋友第一次触摸投足类 来分辨小卷和透抽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卷就是 跟透抽一样的东西 然后自从今天我知道他们是有区别 他们体型不一样 我们学到不同长度的小卷可以叫的名字不一样 像20公分以上的叫透抽 15公分以下的叫小卷 它的尺寸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不一样 小卷的话我们大概会在15公分以内会把它称之为小卷 那透抽的话就会在20到大概40公分就称之为透抽 它最大的外形就是它体型上的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季节吃对的随产品 那也尽量吃什么 在地的东西 不要吃进口的 那为什么不要吃进口呢 课堂上请来基隆区会专人 传授食鱼教育正确的知识 吃鱼就要吃了当季 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在餐桌上可能吃到这样的食物 但是家长未必能够跟小朋友好好的介绍这样的食物 那小朋友如果说可以近距离接触我们的这一个所有的鱼类 包含他们的结构 他们的造型 他们是如何的成长 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 那小朋友不但能够珍惜我们这样子的海洋 那也珍惜所有的生态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一个鱼会 然后来我们学校带入这样的课程 让小朋友呢更能够深化他们的生活 然后回去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呢介绍 我们今天上了什么样的课程 也引导家长一起来重视我们的生态 还有海洋 二一 启动 进口区会举办 鲨鱼环岛列车正式启动 邀请了鱼岳署署长张志胜 金融市长谢国梁 胜福产发署长林鼎超 金融区域会理事长简建辉 总干事陈文青 常务监事刘志青等人共同主持启动仪式 我们今天这个渔民节啊 是近年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谢谢鱼业署 针对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有补助 但本府自己也有益助五百万 光是在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将会在今年 但超过一千多万 是历年来有史以来最大的 这个鱼业相关活动 那未来我们也要成立 我们自己的鱼业产销公司 目的是要加会我们自己的鱼民 提升我们自己的鱼产量 跟照顾到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鱼业的产业的前景 非常的期待 也会在各方面都把我们的鱼业产业 继续的向上提升 让更多的鱼民跟消费者 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 捕捞的小卷的鱼法 我们称为什么 我看到这个小朋友最早举手 手管帮售完 手管帮售完 对不对 不只要吃鱼还要推广食鱼教育 透过学校多元课程一起来体验 金融区议会透过有奖真达 把锁管带入校园 也让小朋友认识鱼捞补法 是有那个灯 因为小卷是趋光性 所以要在夜间的时候出船 然后要在船上面放鱼的灯 金融是台湾渔业的重镇 那在过去金融在台湾的整个渔业发展上 占有辉煌的历史 所以这一次全国渔民节能够在金融来办理 是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金融目前有很多产业 是在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 像我们的锁管 帮售网这样的产业 所以这一次金融区议会 承办这个全国渔民节的活动 它不只是只有一天的活动 它会把这个变成一个一系列的活动 让我们食鱼教育能够推广到全台湾各地 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 我们校园的这个食鱼的列车 环岛列车开始启动 那也跟我们金融的一些国小的同学 我们做了一些互动 那最主要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让我们小朋友知道我们台湾渔业的重要性 而且也知道食鱼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或者是对我们整个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借由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提高我们国民对于我们渔业的认知 而且进而鼓励我们的渔业 支持我们的渔业 小朋友拿起色笔 在画纸上涂上颜色 金融渔会举办绘画竞赛 让孩子们可以展现创意和想象力 113年了 全国移民节会在金融举办 所以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尤其我们的锁管 我们今天开始就用环岛列车 到偏向的地方推广我们的棒搜网 语法 锁管是它产生很可观 它一年差不多有10亿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一系列活动到偏向的地方 把我们的锁管 用金融机会把它化回到几次了 几次让偏向的地方了解到 不管是学生或老师 爸爸或妈妈或一些长辈们 他们知道锁管的从海上到 擦桌上如何来龙其脉 北台湾巴豆子是小卷和 白带鱼的产地 金融区会今年推出石鱼环岛列车 将前进全台各地推广锁管棒搜网渔业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希望让台湾很多的地方 都知道小碱是在金融产的以外 我们也行销基隆的遗产品 很多的遗产品 像白带鱼蝦子 还有小碱 还有青鱼 还有今年我们也想去行销推广小taco 小taco小章鱼 基隆也很多量也很大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在行销 基隆这些特殊的遗产品 全国渔民节已经近十几年 都没有在这个基隆举办了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小朋友也好 或是更多大人也好 都可以更了解我们基隆的这个渔民 还有他这个渔获 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 此于环岛列车首站 来到基隆信义国校 学生们透过学习 认识补鱼技法 汇集学生的彩绘创意 为环保永续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基隆市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专案 放宽申请条件 将在3月29号上入 区公所方面也特别规划 许多贴心的服务 来协助申请的民众 目前就是我们做了动态宣导 那当然有相关的静态跟道理 可以到民众顺利到我们做申请 因应3月29号开始 申请基隆青年公益电动机车的人潮 各区公所都规划好了 相关动线 中正区公所区长 带领记者来了解 从入口开始 大萤幕就有基隆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宣导影片 搭电梯上楼一直到区公所的内部 引导民众到申办柜台的动线都相当清楚 希望用贴心的服务让民众能顺利完成申办 大家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专制的两个柜台 因为营议329当天可能有申请民众非常众多 所以我们临时调派两位同仁 专门做相关的受理申请 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要跟环保局的表格出来之后 我们要先试转一次看看 全台湾第一次有县市政府愿意编列预算 来办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这样申请的工作 那基隆市七个区公所 我们配合环保局的这个市政重大政策 在七个区公所都设立的专用的这个柜台 那也会在指标上面 详细提供民众能够直接到柜台来办理做申请 那柜台的部分也会有申请表格 那我们更期待是民众能够 事先就填头表格送到区公所来 区公所接受表格会做初步的判断 把表格该填写的做正确的填写 然后再转给我们环境保护局 来做相关后续申请的动作 民众可能要准备身份证跟驾照的证本 另外如果有态换机车的话 可能要带他个人的村子银本 移工后续环保局审核 之后的补助款1万块可以入账 目前我们是可以受理代办 那但是最好是代办业者或者是人 他可以带他的身份证资料 可以证明说他跟他的关系 那以上我们都会受理 市政府明证处表示 透过各区公所申请可以分散人潮 符合资格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 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申办 所以基隆市在68年次以后的 这个到93年次的青年朋友 才可以到我们各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 那会设在区公所就是我们基隆市 一来服务员比较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些地域性 希望透过区公所能够协助环保局多一点点 也就多了七个点来接受申请 除了这七个点以外 环境保护局也在我们火车站的南站 也设了一个点可以来做申请的动作 无非就为了辩民 希望这样的政策得到市民的支持 当然也有民众问说 我之前就已经申请过电动机车 那费率该怎么算 市府这边是有塑及既往 在以前申请的电动机车 在4月1号开始用新制之后 我们会折优让他用新的费率来优惠他 基隆市也是在台湾数一数二 只高龄化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希望青年的政策 能够吸引更多青年朋友 能够留在基隆以外 也可以有外地的青年朋友 希望能够来到基隆 他能够来基隆工作定居 或者在那边婚育生子 所以这相关的政策 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我们希望这些关联性 能够创造基隆成为 我们市长谢国良所说的一个有爱的城市 希望大家来到有爱城市 能够更多辩民 然后利民 以及帮助我们基隆市发展的各项政策产生 至于申请书跟所需要攜带的证件 也提醒民众可以向环保局电动机车的 专线电话先洽询 以顺利完成申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荣安街96项23号一带的住户 向文安里长李荣进及市议员曾继颜反映 台铁公司管辖的边坡挡土墙 有军裂还有杂草重生的问题 担心影响到住家及火车来往的安全 立委林沛祥邀及台铁等单位人员会刊 一块关心 在仁爱区文安里长李荣进 以及台铁公司人员和市议员曾继颜服务处主任 以及区公所人员陪同下 立委林沛祥站在铁道旁边的人行专用道上 网上查看荣安街96项23号住家下方 已经军裂和杂草树木重生的边坡挡土墙 里长指出相当担心上方十多户住户 以及下方来往火车的安全 因为这个挡土墙 已发现有滔工跟归类的现象 树木常常有崩塌的现象 崩塌到铁轨上面 所以对整个安全性 我们真的考虑到住宅 会崩塌下来很危险的 这是我们社稷基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可是有厂长跟铁路级建议 他们说好他会派人来处理 到现在还没有来处理 那现在归类的有点恐怖了 会刊后林沛祥也要求台铁公司 赶在四月底之前先整理好边坡挡土墙上的杂草树木 六月底前进行补墙军裂的情况 保障居民和来往火车的安全 安全是交通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那台铁现在公司化之后 针对从基隆到台北这一段算是他们经营的精华路线 需要更妥善的措施 所以佩祥今天跟我们里长跟台铁公司一起办理这会刊 主要就是针对龙安街96项13号到23号之间的编驳 目前看起来以肉眼看起来是有军裂的状况 而旁边的杂草重生旁边的树枝 甚至有可能会打到旁边的高压电线 所以佩祥刚刚刚跟台铁经过会刊之后 达成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个他们会尽快在四月底之前 把旁边不只是只有这龙安街96项20号左右的杂草 跟树枝全部清空干净 保障高压电的安全之外 第二点就是台铁也承诺在六月中旬 会把这边我们看到 他们现在肉眼所看到在龙安街这边所有的规列 全部都把它补齐补足修补完毕 那第三点台铁也知道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会定期针对所有我们基隆到台北 台北端的边坡做出定期的检查 来以保我们这边的行车安全跟交通安全 林佩祥强调由于四月底五月初 将开始进入梅雨季节 万一下起大雨把杂草树木和边坡石头掉落到铁轨上面 恐怕将先严重影响进出基隆火车站的火车以及乘客的安全 因此希望台铁公司可以尽快处理 在音乐老师指导下八朵国小学生拿竹腰琴一起演奏出乐而好听的音乐 这就是令你传统乐器竹腰琴的美丽 单音的话因为一个小朋友一个学生他可能就是只担任一个音到两个音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般级的学生每个人担任不同的音高 由团队精神去演奏一首完整的曲子 所以他是要非常的专心跟注意力的集中 好那他摇的方式跟我们整台琴摇的方式最不一样的地方 单音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操作我们是用手腕在下面摇 好那整台琴的话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一个演奏家 他就是由一台琴里面去自己完成一首曲子 那他摇的方式他就是这样子摇 一样都用手腕 可是他的方式呢会变成上下震动的方式跟左右 但是都是用手腕来完成 主邀请在基东市八斗国小发扬光大可以说是独步全台 由于八斗国小学童的组成家庭 以东南亚新座民家长的比例相当高 再加上国家推行新南向政策 以及因应台湾少子化的趋势 因此学校特地发展主邀请乐器 以特色教育课程来经营学校 当时因为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以及学校的需求需要发展特色团队 所以我们就引进这样子一个主邀请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 他从低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就开始让他有基础乐理的一个练习 然后等到他有一点基础之后 跟着孩子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请这些孩子集合起来团练 让他们有一个团体表演的机会 对于成立竹窑琴班这项特色教育课程 也获得基东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和市议员许瑞茨的肯定以及鼓励 当时我看到学长学姐的表演 我非常的开心 那也很震撼 所以我想来看看大家上课的状况 然后我如果可以协助大家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忙大致 也现在非常谢谢校长主任老师 大家的用心这样安排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才艺活动 现在这个时代呢 每个小朋友应该要多方多元的学习 我想让大家在我们基隆的教育环境 可以体验到不同深度 然后不同的文化的感觉 荣誉感在哪里学校我 就是八斗出生 你看我们现在八斗全台湾只有八斗的 这个样子的乐器表演 就应该以这个为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 让学校的特色展现出来给大家看 那我们会给予全力的支持 两个人也在老师指导下现场学习 竹摇琴 竹摇琴是由长短不一的竹筒组成 在以手腕出力摇晃 让竹筒产生不同的音频 敲击出乐耳多变的旋律 八斗国小主要请 赞赞赞 记者 云收 记动报道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潘文中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 解饮 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毒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道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怨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市第三届环保防灾勇士PK赛 在基隆慈祭靖斯堂举行 来自各国校超过百位的小选手 齐聚竞技 藉由电竞比赛提升环境防灾的素养 环保再利用的童玩真好玩 我觉得很好玩耶 因为以前人在漫画 没看过这个活动 还蛮好玩的 我以为它很难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寓教娱乐的体验室学习 让环保教育向下扎根 在基隆慈祭靖斯堂举行的环保防灾勇士PK赛 迈入第三年 室内的电竞赛加上室外的嘉宁华 全都紧绕环保防灾意识 捡这些废弃物来 动手去把它做出来 你会很有成就感 这是我们主要的帐篷 然后它又称为移动的帐篷 对 然后里面这个是浮灰床 它除了是床抓也可以是椅子 将废弃物提升淬炼 让环境更美丽 透过线下体验 线上教育等多元学习的方式 强化学生环保防灾的知识与态度 融入电竞游戏答题 有效吸收丰富的资讯 建立正确的环保防灾观念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它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又很好玩 有很多传观活动 还有一些点心可以吃 金融市多位校长 亲自带学校的孩子参与活动 给予肯定 不仅让小朋友可以透过 资讯科技来提升自己在环保知识 同时也能够以身力行 在各个园游会的摊位 来动手做DIY 相信在场的每位小朋友 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 非常有创意的 结合我们在地的生活 然后也给小孩子一个正确的观念 站在一个交易小组的立场上 我们是全力来支持 尤其今天市长副市长 还有议长 还有我们交易小组的机会成员都到 来支持这个活动 活动现场贵宾云吉 一起为环境永续而努力 作为地球的一分子 怎么去尽到爱护地球 那也能够随时做好 当灾难来的时候保护自己 就是建立好环保防灾的观念 祝福代表基隆初赛的小选手们 成功晋级国际杯全球总决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福代表基隆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呀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 比较固定清醒 电视 音机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加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换你的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哟 真厉害啊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 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 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 都能再开兴趣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